我們先準備一鍋水 把它煮沸之後呢 我們放入薑片啊 蔥啊 蔥打個結就可以 然後一樣要去腥嘛 所以我們先下去煮 一定要把肉煮到 就是都是 表面都沒有生肉色 原則上它就是會變硬了 然後整個水煮透了之後呢 你可以用大火 這樣比較快 水比較旺 然後把它煮到整個都汆燙熟了之後呢 拿出來請你泡冰水 記得哦 一樣要把它泡冰水 然後 那我們等一下下一個鏡頭 就是來教大家 泡完冰水之後 變得比較結實之後呢 我們怎麼做下一個 豐肉的一個階段 就是要把它 拌油炸的方式 煎到表面都是脆皮 那我們現在呢 我的豬肉呢 已經冰鎮完了之後 然後我要把水分盡量吸乾 這樣避免油爆 但多少還是會油爆的 因為它是豬肉還帶皮的 那我們可以先底部朝下 順著鍋滑進去 然後油 你可以看到 那我大概準備這邊的油 至少也有三百四百毫升 你甚至多一點沒關係 你油越多 你越快煎的上色 那你方便為主 因為如果你覺得浪費油的話 你油至少有三四百毫升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用拌油煎炸的方式 然後我們就用拌油煎炸的方式 把它放進去 好 然後我們把它放進去 然後固定一下 然後我們先讓它煎 我們先讓它有點拌油煎的方式 所以也就是說你的油至少可以蓋過你的肉 一公分到兩公分的厚度的量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不用一直去翻它 它下面上色定型了 我們再翻面 然後就是上下左右 側面這邊全部都是有煎到就好 所以如果你力氣不夠大的話 像這種夾子 其實它不是很穩定 你可以兩個人一起來弄這個 這個 因為一般做這種菜 在台灣的大菜 都是那種大廚男生 力氣比較大的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輔助工具 你方便就好 那真的你比較怕油爆的話 你可以戴手套 就安全自己注意就好了 我們現在穿插一個就是說 記不記得我們剛才介紹 是整塊很大的一個五花肉 然後那種厚度 然後20公分乘20公分左右 但是我們發現說 其實一般你去菜場的話 你要 如果你不是跟豬肉供應商大筷子 並披抬 你是沒辦法自己去 你找到那麼好的一整塊肉 人家不太願意這樣賣 那你可以變動的方式是 你可以改成四小塊 就我有說過 大概十公分左右 乘十公分或八九公分 這樣一塊也行 然後你就變成說 變成三小塊或四小塊 一起下去滷也可以 就我們的滷汁 只要可以蓋過的情況下的 肉量都可以的 所以這個一樣的方式 就是你的肉只是大塊 像我們剛才是一大塊的 然後再來是一小塊的 那我最後示範的話 我用這種小筷子這樣去示範 只是說 我給你們看的那種大塊的肉 它是整塊大的 那那一種的話 其實在操作技巧上 一般如果說 你的家裡沒有那麼大的一個炒鍋的話 其實在煎上色的過程 會有一點點辛苦 而且還很重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你覺得那個很吃力的話 你可以改成這種方式 就是變成三小塊或四小塊 然後一樣 我們穿燙的過程都一樣 可以參考之前的大塊的 然後還有我們在煎的過程也是一樣的 那最後就是 只有到我們來炒醬汁的時候 然後再放進去滷燉 所有過程都一樣 只是這個肉大塊小塊 那因為大塊小塊的肉的 滷燉時間會有一點點差異 可能會有半小時到一小時之間差異 還有一個你的鍋子的一個 密封性的話呢 它的質量也會影響到 你這個肉燉的久還是短的時間 那這給大家參考 所以我大概就是附加的介紹說 你也可以選購這種 手掌大的這種肉塊也可以 如果你真的買不到一整塊 很漂亮厚度的一個五花 就是豬肉 帶皮的 一定要帶皮的這種五花肉的話 那就請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變通 那我們現在呢來示範 因為我之前有介紹就是 煎大塊的 然後我現在在拍另外一個 就是煎小塊的 那其實都是一樣的方式 那你煎小塊 你就可以用平底鍋就可以了 就不用中式的炒鍋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煎的顏色都是一樣的程度 所以我們等 因為這個煎都要一點時間 要煎到表面金棕色脆皮這樣子 所以呢 我等一下會直接給大家看 煎完是什麼樣子 那我今天最後 我是用這個來滷的方式 來給你們參考 只是之前有大塊的 我也有教你們 就是大概多大塊的概念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好 然後我們側面啊 因為這是正方塊的 所以你哪一面先下都無所謂 我們主要就是要先把它 每一面都煎上色 好 然後我現在同時示範 因為你在煎這個肉 要讓它上色的時候呢 其實你如果的灶台爐夠多的話 因為我是示範嘛 我一次只能用一個卡式爐 那你們可以同時做這個動作 就不用等 你不要說 我煎完這個才來炒這個 你可以先炒這些爆香的東西 炒好之後 然後放在旁邊備用 因為我們等於是說 我肉要煎上色 我這個料炒一下之後 我等一下準備要把所有東西 放到燉鍋裡 所以其實你如果有灶台夠 你就可以一個鍋 來先炒香你的香料類的東西 像蒜啊 薑啊 然後另外一個鍋 然後就在那邊先煎一個肉 好 然後一樣我們鍋子燒熱之後呢 放一點點的油 然後如果你扁的那個豬肉呢 有一點點油出來了之後呢 它是蠻多油 那個有豬油香 可以的話你可以留一點 直接炒這個也很香的 好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冰糖放下去 其實你先放冰糖 先讓它融化成焦糖也可以 你也可以先爆炒大蒜跟薑片 這個沒有關係的 但是我們是一定要炒焦糖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這個會有糖色 所以呢 你習慣先爆香這個大蒜薑片 然後再把冰糖拿下去融化也可以 你也可以先把這個 弄完之後 你再把其他東西一起放下去 這個也沒有分先後 順序哪一個比較重要 所以就這個不太大的影響 因為如果我是用白砂糖的話 會比較快 我就會先爆香 但是因為冰糖它比較久 所以我就會習慣說 先把它冰糖融化 如果你用白糖就會很快 因為如果你看你用冰糖啊 那你這個東西先放下去爆香的話 這個大塊你要讓它融化的話 你可能其他東西已經焦了 所以我就會顛倒過來 那你可以看到開始融化的地方 會變得有點琥珀色 那你在融化的時候 火不用特別大 只要鍋夠熱了就可以 然後就是讓它小火慢慢的 要不然它會很容易焦掉 然後你等到你覺得說這個 差不多它的冰糖已經快融化得差不多 剩一點點碎的時候呢 然後其他其實都已經有焦糖色了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薑啊 蒜啊這些放下去 你可以先爆香薑跟蒜 因為這個比較大的東西 要爆比較久 然後我們就先把它爆香一下 然後把它弄上色之後 有一點點上色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弄上色之後 然後再接著把其他東西放下去拌炒 再接著把其他東西放下去拌炒 你可以看到我們有一點點蒜 那種表面煎上色就可以了 一點點就可以 然後我們接著把我們的蔥 蔥然後辣椒 然後一樣下去炒一下 然後如果你覺得油太少 你可以再加一點點 像我在點這個油的時候 有多一點出來的豬油的那種香味 你都可以加下去拌炒 味道會更好 所以一開始你先加一點點 不用太多去融化冰糖 然後你在拌炒這些香料的時候 如果覺得油不夠 你再加一點就好了 然後你大概炒一下之後呢 你有聞到那種蔥薑蒜的味道 比較濃的時候 你再放豆瓣醬 因為豆瓣醬只有一點點 不用太多 那你一開始放下去 我看會很容易焦掉 所以你在後面的時候 你這個大概爆香出來的那個味道 你再去放這個豆瓣醬就可以了 那我用的是辣豆瓣 然後我這邊都可以聞得到那種味道之後 香料的味道 我們就把這個辣豆瓣放進去 然後你炒到有那個 很明顯的那個豆醬的那個香味 出來之後我們就可以熄火 那這個料就炒好了 我們就把它放在旁邊備用 我們等一下就要準備 我們其他的補料的食材 然後準備一個大的燉鍋 深一點的比較好 就窄身型的比較好 那因為每個人用的這個燉鍋 它那個保溫性真的是不太一樣 鍋子的質量不一樣 覺得會影響到你燉的時間 所以原則上我們這種 不管是10X10的這種 大小的肉塊 或是那種20X20的這種一大塊的 它的時間1到2個小時之間是跑不掉的 像有些鍋子它比較厲害 可能1個小時就可以透 但有些可能要1個半小時到2個小時 那這個你要自己去調整 好 那我已經聞到這種很明顯的醬香味 我就可以熄火了 然後我就放在旁邊備用 等我的豬肉已經也差不多煎好了 我們等一下教大家怎麼 開始來放入湯鍋 好 然後這邊順便再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說你的湯鍋的寬度夠的話 其實你後面我們這邊 醬油、醬油膏、蠔油這些東西 你可以在鍋裡面 裡面攪拌放進去都可以 那如果說你要直接在這邊 比如說我們這邊豆瓣醬炒出醬香味之後 你可以接著把這邊也放進去 你這樣比較方便一起倒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湯鍋是非常窄身的 我這邊不太好拍得到 所以我是直接在這邊 全部放到鍋子裡一起先把它炒勻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直接要換一個大鍋了 所以我的醬油 然後再來是我的蠔油 然後還有我們的醬油膏 這個不是國內的老抽 就是台灣的醬油膏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照著買 不然那個味道就不一樣了 然後要先讓它煮一下 所以其實如果說 你覺得說我要再分兩次 那沒有關係 看你自己 你要在這邊就一次把它炒好 還是說你等一下放在燉鍋裡 然後你再加熱 都可以的 因為你如果是商業的話呢 你一次要做一大桶的話 其實可能你這個醬更多 那當你的炒鍋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後面這邊 液體比較多的步驟 就放在鍋子裡面 直接就下去 放下去滷了 但你前面的 比如說爆香的 這個是一定要爆香的 好 那我們就先讓它煮 煮到有醬香味 沸騰 然後有醬香味之後 我們就可以關火 那我們就準備來滷燉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我聞到這個醬香味 而且它已經煮沸了之後 我們把米酒倒進去 然後還有我們自己扁的油蔥酥 那你如果說不想自己扁的話 你就是蠻現成的 但是自己扁的話 它裡面完全沒有澱粉在裡面 所以它整個的純度是很高的 味道是跟口感 還有你滷出來那個滷汁的杏狀 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的教程裡面 有教大家怎麼扁油蔥酥 如果可以自己扁就自己扁 那我們這邊好了之後呢 只要沸騰了 你聞到油蔥酥的味道就可以熄火 那我們就準備換鍋了 我們現在呢 把之前炒好的這個醬料呢 放到我們的生湯鍋 放到生湯鍋之後呢 我們把我們之前煎好的這個豬肉塊呢 記得皮只要不要炒底部都可以 因為有時候你的豬肉塊大小不一定 它可以很平整的穩的放在鍋子裡 那所以呢 不要求說這個皮一定要在正上方 但是至少不要是對著鍋底就好了 因為對著鍋底很容易會把它煮爛 那我們就是只要側面啊上面都可以 把它放上去之後呢 我們再倒入我們的水 那水量的話呢 老師今天用到這邊的量 大概有2.5升 就2升到2.5升之間 就2000cc到2500cc之間 然後因為每個鍋子呢 它燜燉的時間 它消耗的水量會有所不同 那實際上呢 我們大約以這個 我的鍋子的這款鍋子 加上我這個肉塊大小 預估都是要燉到兩個小時 到兩個半小時差不多 那我們就把這個水呢 覆蓋到跟這個豬肉塊差不多 或是蓋過去一點點都可以 我們先大火把它煮沸 煮沸了之後呢 先試一下這個鹹蛋的味道 如果是剛好的 就是不是特別鹹 但是味道可以濃一點 但不是到那種 一吃就很鹹口的那種狀態 就是說以這麼多水量的情況下 那你就不需要再加水 那如果你個人吃比較淡口味的話呢 你可以 再適當的再多加個 比如說200到500cc 200到500毫升之間的水 接著呢就把我們的白胡椒粉也加下去 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全部的一些 腐料 都已經之前已經先炒過 那只有剩下白胡椒粉跟這個麥芽糖 我們把它直接放進去 因為麥芽糖是在裡面做提色的一個動作 它的甜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等它先煮沸 煮沸了之後呢 再來說明下一個步驟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呢已經把它燒沸了之後呢 我也順便試一下這個味道 那這個味道呢 在我的配方上面的量跟我的水 我這邊有2500毫升的水 然後對我來說是剛好 就是以老師的口味來說是剛好 那我們就會開始進行乳燉 那這個兩個小時中間你不需要去攪它 因為這水量是夠的 但是記得我們兩個小時左右到的時候呢 請你先試一下 因為每一塊肉呢 肥瘦的比例不同 瘦肉越多 時間可能要越久 那到時候你們就是兩個小時之後 先去可以吃一小塊的肉 試一下這個口感 如果不夠就再增加半個小時 那我們滷完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 肉達到我們的標準之後呢 要把肉塊拿出來 我們要接著做下面滷蔬菜的一個動作 component 我就看到演出 滿 Nate的 bee 餓 American 大概 所以 我这边呢 我这个锅子呢 像我这么厚的 因为像有时候 如果你买到肥瘦相间的肉的话呢 可能它比较快炖透 但是如果像你这种 有时候有些人不敢吃那么肥的 他买瘦肉多一点 这种带皮五花肉的话呢 那你变成说 这种瘦肉多的要炖比较久 我这个时机大概炖了 有两个小时左右了 那再来的话呢 你的锅子如果说 消耗的水很多的话呢 比如说你每炖一个小时 你去看的时候呢 如果发现说水蒸发很多 的话请你要适量的加 每次加个300到500之间是OK的 因为你看啊 你记不记得我们昨天 也是水差不多盖过那个肉 然后就是快接近盖住 就是会跟它平齐就可以了 所以比如说你炖一个小时 你会去看一下你的肉的状态嘛 那如果说水位降低很多的话 你可以适量补一点点 你只要水位是跟一开始卤的 一样的时候 它的味道是落差不大的 但如果你加太多的话 变得太淡嘛 那所以这个就是细节要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 你看一下要炖到这种 那么的软Q这种 然后这种肉我轻轻一这样一撕 就已经是散掉这种 要炖到这个程度哦 然后呢我们先把我们的肉拿出来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接着来做 把剩下的卤汁 你可以看到是像这样子 要这么软Q的哦 我们把我们里面的一些 什么辣椒啊或其他那些姜 你可以先大的先捞出来没关系 或者你要放在里面一起 跟我们的笋丝一起下去炉也没有关系哦 那我个人其实我们是因为这次我们买不到肥瘦相间的 因为我不爱吃瘦肉 所以我传统我们家 特别是因为我一般是客家人 我们做这个的时候 我们是比较肥的那种肥瘦相间的 比较嫩 因为我不爱吃瘦肉 是因为我觉得比较柴 然后呢我大概把它捞干净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准备一颗半颗的卷心菜 因为一整颗的话估计是放不下的 那我们叫高丽菜风就是不切它 整个放下去卤 然后你可以适当 因为它煮了之后 焖煮之后它会变软 然后会再沉下去 所以其实原则上你至少那个汤汁哦 可以盖住一半或三分之二的高丽菜的高度就可以 所以你有时候买的高丽菜 我们台湾叫高丽菜 那边叫卷心菜嘛 然后你如果说买的一般比较大颗 你就可以切适量大颗 不是说一定要二分之一颗 有时候比较大颗 你可以切四分之一颗 但是就记得一定是不能是散的下去 你这样整颗卤好的时候 可以整颗就这样单独摆一个盘上桌的哦 那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的笋丝 就如果说你买到 你不想买这种台湾的这种笋丝的话呢 那你可以买国内笋干 但是我知道笋干一般偏咸 因为它晒干的 所以呢你可能要先用水去烫过它 把那个咸味把它烫掉 这个是完全没有咸味的 我就是单独下去乱 乱到有味道就可以 因为它本身也是熟的了 它就真的是完全没有咸味 所以这种的话 可能你的前制作业你比较省事 你不用说我还要把它洗 然后重复洗洗完了 我还要煮 煮掉盐水 那我们就一样把它放进去 然后我们就放进去乱就可以了 轻轻的剥 不用很用力 脸的都散掉 然后我们先计时半小时 半小时我们先以这个 这个高丽菜 卷心菜 有没有软透就可以了 来看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熟的 只要入味就可以 那我们记得用小火 不要用大火 用小火去焖炖 然后计时半小时 我们回来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卷心菜 你看这么软 然后整颗的形状还带着的 那一般在我们台湾的话 我们如果说有很大的一个 锅具 或是很深的那种大碗 我们就是会配笋丝啦 卷心菜啦 等等的那些东西哦 会有 然后把它摆在盘里面 很丰富的 那如果说你是那种 堂吃的小吃型的餐厅 你不想要那么大 你人家也吃不完 可能两人份的量的话 你就可以准备这种小碗 那我等一下摆盘给大家看一下 摆盘出来的参考 就一般是笋丝铺底 然后把肉呢叠在上面 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有卷心菜 如果你有这个高丽菜风 我们这个叫高丽菜风嘛 你就要单独的 就建议你不要把它切碎 你要么最多把它切四分之一 然后这个就是让他们自己 把它一层一层夹起来吃 这样子 才有那个感觉哦 那我们一样 你自己可以看到 我们笋丝本来下去是黄色的 现在已经上色了味道 所以其实30分钟左右 30到40一定可以的 那我今天是放半颗的卷心菜 如果你小颗一点的话 切小块一点的话 可能更快 那就记得不要煮到烂就好了 要煮到软 软透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等一下摆盘给大家看 我们滷好了之后呢 我摆盘一般 你看我的 如果说我要把这三个东西 放在一起的话 一般如果说你是 买到比较小块的这种肉的话呢 那你可以放两块到三块 然后你看这是整颗半颗 它滷完了之后 就是这种软 那么软 这种程度 然后要吃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筷子一片一片这样夹起来吃 都入味了 然后笋丝的话 一定是滷到这个颜色 那你可以配一点酱汁 这个酱汁都是很下饭的 那当你出品的时候 你可以淋一点点香油 这个看你自己个人喜欢 好那另外一种 如果说假设你是两人份 那种小桌菜的话 你要出品的话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这种方式 我这个大概只有直径 16 7 不超过18公分的直径 然后你看我一样铺底 然后酱汁也铺底之后呢 我把我的肉固定在上面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的肉 有时候它底部是比较不平整的 站不住的话呢 我建议你可以下面的肉 把它削掉一点点 让它平可以站得住就好了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我给你看一下这种感觉 你可以知道这个肉有多 多Q弹 就非常Q弹的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 像这种 如果说像冬天哦 你们出品呢 觉得说怕这个菜容易冷掉 像这种都是耐热的 我刚刚另外一个双耳的 那个锅子 也都是可以放在小 那个保温的那种 炉子上面的 然后你可以用卡式炉 或是说像有些小竹台 记不记得 你去吃一些台湾菜 或有些什么三杯子 或其他东西 它会有一个小竹台的东西 然后给你保温 那你像这种东西都是可以保温的 你下面就可以加个小油灯 或是那种竹台的 让它加热 然后它就 因为它有汤汁嘛 所以它不会干烧 然后就可以让客户一直吃热腾腾的 像这种都是很好的 两人份的一个出品方式 然后像这样子的 这种都是适合下面 可以加个保温底座的 然后它就可以在上面烧 这样子 然后再来 那边你进行 你帮我 大家可以加热腾腾 那边也没关系 你帮我 你给别人看烧 那边 我来到 有点 你帮我 那边 我来到 那边 我来到 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